想问陈红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说每次去片场都打电话先问问 问他在不在是吧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被他染上 你听明白 染上 染上 染 就得 闪心话 闪上 咱俩是不是找个地方坐一下 我们干嘛 有什么事我们站着说吧 这一时半会说不完 我得说多少时间 反正得坐来说 基本上从天亮说到天黑 我的天 之后现场还没有 拍完了 我们还没说完呢 之后导演的车还到 我们那个聊天的地方来接我 不是你们都聊什么呢 聊他的角色 就是 今天我们不拍导师 为什么最上级你就知道了 太上级了 对 他就已经 刚才导演说 这戏拍了四个多月 因为一般电影 有俩月也都拍完了 是不是因为你聊天 聊的 耽误俩月 我觉得不是 他的想法特别多 对于一个角色的理解 他可能他的角度 他是很多面的 而且他可能有时候看到 我们看不到的那一面 我觉得其实我们如果认真的 仔细地这样去沟通 所以才看到了现在这个 陈若曦这么完美 要不然真的是 是一个完美的大女人 真演的好 对 大女人 所以这对不起你 我又给你都买点 请我吃饭了 请那聊天 对 请我聊天 问一下导演 如果一百分是满分的话 姚春能打多少分 99.5吧 你不是说99吗 怎么到这儿 咱们又加了0.5吧 咱们到这儿好 到了这个郭老师面前 咱还不加0.5分 您就说一百分就行 没事 别别 一百分他回头骄傲 请姚春老师发表一下 获奸感言 得了这么高的分 如何感想 另外说一下 节目播出时间是有限制的 你要说坐着说 我们就不同意了 就站着说吧 我那个上一次 我就从洪姐那儿听说 导演给我打了那么高分 我特别激动 然后那天晚上 我还给导演发了一段信 还真是我后来才看见 真对不住 没有 导演 我知道你不太会回短信 然后那个 我就是想抒发一下 我觉得挺没想到的 但是我短信里说的特实在 我觉得我那99分里头 有一大半的功劳 其实是导演 对 你不是要这么做导演 心里多开心 说是演员演到好 还能够把一些功劳 分给导演 一块分享 非常好 多开心 还能陪着您太太聊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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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